台南永康超商店员罪樓的命案 令社会震惊 起先原本以为只是一个不幸的意外事故 后来经调查后却发现 疑似是因为该名受害男子 在店内有偷取金钱的行为 超商店长发现了以后 伙同另外五名友人 将男子拘禁在仓库里面痛殴毒打 事后监视器更调出 有一名男子抵着受害男子的腰部 前往男子13楼的住处 随后就发生了罪樓意外事故的发生 据相关媒体报道 鉴定人员鉴定后发现 男子的腰部有枪伤的痕迹 可是在13楼的住处 却没有发现弹壳或者是血喷剑的反应 怀疑男子可能在上楼之前 腹部就已经遭受到枪击 全案朝施行拘禁致死罪下去办理 结果没想到检察官复训过后 六名共犯当中竟然只有两名身压 剩下的四人包含店长本人 以3到5万元的交保就离开了 消息一出引起社会画篮 究竟我们的法律怎么会这样子中犯被告 难道这样子都不用负责吗 甚至有网友直接将Google的地标改名成 某某店家8加9枪支专卖店 这个案件背后究竟藏了什么秘密 今天就让何律师用律师的角度 来分析给你听 欢迎大家收看四战哈喽 我是何孟林 何律师 首先为什么这则新闻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 起因是在于在受害者男性坠楼身亡以前 上午的时候被害者的妈妈接到一通电话 自称是来自超商的店长 告知说男子在店内有窃取公款的这个行为 要求赔偿20万元 如果在中午前没有汇款 赔偿金额将会拉高到500万元 被害者的妈妈非常的惊恐 在跟男子电话中确认过后 在中午前就赶快汇了20万元过去 没想到在汇款了以后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却接到儿子意外身亡的消息 等同是汇了款又招失票 男子的妈妈完全无法接受 贩钱的行径令人发指 现今的社会要有类似辱人勒索的 收到款项还撕票的情形 其实跟过往好几年前比起来 已经下降很多 因为通常这种类型案件的重点 是在于取钱跟给人教训 不是在于说致人于死 所谓的撕票情形 大部分的案件当中 都是来自无法预料的意外状况 比方说今天在共犯当中 有人嗑药了情绪不稳 带头叫他不要揍肉票 结果他硬要揍 一来一往之间 就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 那以这个案件来讲 检方目前是以刑法第302条的 私刑拘禁罪下去办理 如果是普通的私刑拘禁的话 刑度是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以刑法的规定来讲 有期徒刑的楼地板是两个月以上 等于是两个月以上到五年之间 去做一个刑度的裁量 那以大部分的案件来讲 最终刑度可能会落在一两年之间 但是如果今天有造成人员的死亡发生 就是302条第二项 他的刑度会大大拉高到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以刑法的有期徒刑的天花板来讲 是15年 等于是刑度是7到15年之间会去做一个审判 所以在类似 是辱人勒索或是私刑拘禁的这种案件当中 有没有人员死亡的这件事情 刑度最终审判上的落差大概可以差到快10倍以上 然而在这个案件当中 被害人的腹部有所谓的枪击痕迹 那众所皆知 腹部是具有许多身体重要瘴气的地方 所以这个案件当中究竟是不是只是单纯的要钱 还是有致人与死的犯意 这个值得大家去生死 那回到这个案件来讲 重大刑案要不要积压 要不要交保这件事情 相信多数的观众对这一块还是有点陌生 认为被告只要交保 就是法律纵容犯罪的行为 但严格讲起来 这只是一个比较浅诚的角度 那一般的刑事案件来讲 当被告受到拘体或是逮捕后 移送到检察官那边的时候 检察官认为被告可能后续会有影响侦查的行为的时候 就会去向法院申请积压 而承审的法官认定被告确实有可能会影响后续侦办的时候 就会准与积压 把被告先押在看守所里面 但是因为押在看守所里面的这件事情 形同是把被告先关起来 叫做未审先判 这涉及宪法上所谓的人身自由的表现 因此积压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争议性非常高的议题 而承审的法官在审理积压案件的时候 因为所有的证据状态都是一个刚出炉的事实 包含被告到底是不是有罪 是不是有其他的证据调查 是不是被告其实是无辜的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不明了的状态 因此承审法官审卓的重点只会在于说 到底被告会不会影响后续的侦查行为 而不是先认定被告到底有没有罪 依照刑事述动法第101条跟101条之一的规定 法院只会去审卓被告是不是有所谓的逃亡的嫌疑 比如说人抓到被告的时候 被告正在渔船上面准备前往公海 或准备在购买机票 或者是被告彼此共犯资金 是不是有串证灭证的可能性存在 而在大部分的案件当中 法院也会因为检察官的举证不够 或者是因为被告之间 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扣到案了 比如说手机、电脑、点钞机、跑车 都已经扣压在法院了 不可能再有被灭证的可能性 而认定这个案件不需要积压 只要透过交付保证金的方式 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手段 讲完刚刚的法律 拉回这个案件来讲 六个证犯里面只有两个人收押 剩下四个人 包含店长本身 用三到五万元交保这件事情 其实关键的重点应该不是在于 所谓交保金高或低的问题 因为今天就算法官裁定的交保金 是三十万到五十万之间 以所谓犯罪行为人而言 这些钱东平西走 多多少少还是会凑得出来 今天交保的理由到底合不合法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认定彼此间 没有串政灭政甚至逃亡的可能性存在 这个才是案件的重点 因为本案涉嫌杀人 在刑法第302条的施行拘禁罪里面 致人于死是七年以上有刑徒刑 这个在法律里面 其实已经算是一个蛮重的刑度了 所以要说在这样的刑度下面 会不会有人畏惧刑者而逃亡 其实这个在过往的经验里面 它是比较少的 那再来在六个共同被告里面 主究是店长 店长伙同了另外五个人 去给予这个被害人教训 店长在法律里面 就是组织犯罪条例里面 所谓具有主谋的这个身份角色 其他人就是重犯或是下手实施行为人 在这样子有所谓 犯益联络分担的这个状况下面 要说彼此之间没有串政的可能性 这一点其实在过往的案件当中 它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再者案件如果今天进到法院 法院在衡量所谓的犯罪行为太阳 或是犯怒态度的这件事情上面 犯益联络的多寡这件事情 会决定的行度的高或是低 所以六个共同正犯 同时有下手实施的这个行为 彼此之间要说没有串政 或者是犯益上联络的改变 这一点其实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 我认为是稍嫌有讨论的空间 再来据相关媒体的报导 六个人在被抓的时候 手机的对话记录 都有删除了这个行为 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灭证的行为 因为行为太阳太明显 却没有裁定积压这件事情 其实跟过往我们承办的案件 是有一些经验上的不同 六个人同时设犯七年以上的重罪 在过往的承办案件当中 这六个人会共同的承担起 七年以上的刑度 还是这六个人会推诿谢哲 由一个人去扛 剩下五个人比较轻判 关于这一点 相信其实律师也不需要多说 那节目的最后 何律师以犯罪学的角度分享 关于稳定治安的与否 与多数民众认为加重刑度之间 其实它并不会呈现一个正比性的成长 简单来讲 刑度的加重 当它加重到一个程度了以后 其实对于所谓的犯罪人而言 它会产生一种 当我今天犯了一个罪 我也是面临死刑 我犯两个罪也是面临死刑 很容易就会让人家觉得 干脆所有东西都是我扛 我多犯几个罪好了 相反的 据犯罪学的理论而言 反而是犯罪的执行率 以及犯罪的确定率 这两项重要指标 才比较有可能会让治安稳定 所谓的犯罪的执行率指的是说 当今天犯罪行为发生了以后 究竟这个犯罪多久会判决定验 是半年就会让被害人知道要受到惩罚 还是一审二审三审又更审 已经等到了五年六年 都没有人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被告突然才要进去关 他自己本身可能都已经没有回忆 早就忘记当时的事情 甚至被害人的家属 搞不好都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 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判决结果 再来是所谓的确定率 今天法条明文规定是判 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到底判不判得到 还是最终的刑度 都是落在三四年之间 那这个法条等于是形同句文 对犯罪者而言 那个叫参考用 所以在影片前的你 与其不断的去关注我们的修法 到底要加重到怎么样的程度 不如开始去关心我们的法律 究竟执行率到底有多少 确定率又有多少 这个其实才是更应该被关注的议题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也别忘了按下下方爱心 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哦 是在哈喽 每周2、4、下午5点 Line Today准时上线